années 動靜和Zone 各位聽眾大頻道、明樂尊佛 現在又把我們分析了這個 review 色學 這個 review 色學 Villas 想要貪託, 我是說過,一定要先貪託這個 настоящLouis environment 這個壁法明文論是探討和探討百姓全基上的 因為這是屬於 縮代中 遺色中的一種基本管理 上面是跟我們講到壁法裡面的這個色法 歐邦那裡有誰的 這個是保留條人的 這個色法 色法裡面呢 因為它是牽連到五斤和六斤 這個五斤 我們有跟我們一條一條分析過 因為這個斤 就是這個心經 譬如說這個眼斤 就是視覺心經 那你斤 就是聽覺心經 那心斤 就是俗代的心斤 這個真正是一條一條有跟我們分析過 現在他看見這個五斤 我們再向我們上説說明這個 因為這個五斤 還分一個什麼呢 分一個姓二斤 跟普丁斤 這個五斤的中間 這裡五項 還分一個普丁斤 對於姓二斤 兩種 這兩種 是如何差別 這個普丁斤 就是說 肥皮無色的意思 譬如說皮膚不適的,我們現在看來這個五筋,總共有看到 譬如說年筋,我們是看到這個橘子,如果是皮筋是看到這個皮 如果是眼筋是看到這個白酒人,這樣 所以這個外圓,這個五湯看到,這個沒有作用 因為這個東西是皮膚不適,這個是有形象可以看 這個也是有形象可以看 所以這個所在這樣說出來,這個叫做普丁金 因為這個丁是屬於外上,有形象可以看到 這個是這樣 譬如說我們這個石斤,石斤是有看到 這個叫做普丁金 尤其是我們人的肉臉,我們現在要了解 這個也好啦,目標人也好啦 這個肉臉是輔助什麼呢,輔助我們人的類型 所以現在這個金,這個性偽金 這個叫做內地的一種,好像是視覺神經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這個肉臉,這個目標的外形齁 這個東西它不能... 事實說呢,它是當作內地的那個神經 這樣 因為怎樣有呢? 如果是沒有內地的性偽金就對了 沒有內地的性偽金,就是沒有那個 那個視覺神經如果是攀進去 那麼這個目標人好好也是沒有作用 我們人的這個魚子 外形這頓魚子呢 如果是內地的那個聽覺神經如果是拍去 那麼有什麼沒有產生作用 所以這個普丁金就是外面的形象 那麼性偽金就是內地的那個神經的一種實質的用途 叫做性偽金 所以性偽金是沒有形象可以看 但是普丁金有形象可以看 目標人有得看,但是不是目標人看的 是內地這個視覺神經的重點這樣 啊,普丁金是幫助內地 最重要是內地的那個神經 比較有發色的作用 譬如我現在看見目標的東西在拍 不是目標人做為實質的作用 那麼是什麼呢? 就是內地的那個視覺神經的實質作用 所以這個金是重點是內地的那個神經 這樣比較重點 所以我們還在偽視覺裡面呢 還可以分別一個普丁金和性偽金 來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我們論文一定要了解一下 譬如說這個五金 對外面的這個重點 外面的這個頂上 我可以發現 我可以看到 可以穿成作用 注意記就好喔 這個文書一定要有重點回合 如果是沒有重點回合的文書 那麼也沒有作用 為什麼一定要重點回合呢? 這個我們會給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在藝術學裡面 他勉強跟我們婚姻穿出來的 是說這樣 說一定要有菊緣 譬如說我們目標要看到這些東西 齁 一定要有菊緣 菊緣是什麼呢? 第一,要有空緣 這樣 這個空緣就是說什麼呢? 這個空間 就是積重的機率 譬如我們目標可以看到頭上的東西 如果是太風和太近 那麼這些都不可以實質的作用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適當的機率 譬如說我們人家看齊 這個字 你把它插上筋 切你把它插上筋 不能看到字 但是插上筋也不能看到 所以這個叫做一定要有空緣 這樣 那麼第二呢 一定要有明緣 什麼叫明緣呢? 一定要有適當的工緣 如果太暗 不可以實質 太更它又不對 太更會刺膩啊 太暗它又不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明緣就是色統的筋線 色統的筋線 那麼第三個叫做筋緣 筋緣就是什麼呢? 一定要有正色筋 這個正色筋是什麼? 因為就是我剛才說那個正義筋 就是要有視覺神經 這個叫做正色筋 如果沒有視覺神經呢 很有空緣跟明緣 那麼我們看不清楚 因為你自己的視覺神經就失去了 那麼這兩項因緣幫助你也沒問題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叫做筋緣 那麼第二叫做筋緣 什麼叫做筋緣呢? 就是說我們眼睛看到這個境界這一個形象 那麼一定文字 譬如說語音要聽到也要有這個音弦 所以這個經緣 就是這個眼睛要看這個境界 就到前面要看這個東西 那麼第五叫做筋緣 什麼叫做筋緣呢? 這個筋緣就是偏向裡的其中是什麼? 就是主意 譬如說 今天的眼睛做這些東西 你若是沒有把主意的畫 那麼對於我們來說實在也沒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為有的人是生日不見嘛 生日不見 雖然他有看到 但是到底東西 生日很安全 他就沒有去把主意 所以有看到 如果親情沒有看到就什麼 譬如說 今天這本書 你若是在看 如果你若是用招罵官方的這種看法 那本書你還給你看到過了 整本都看過了 你怎麼不知道在裡面什麼 如果你有主意 你就知道內容 他是在說什麼道理 所以這個做意言情要緊 那麼來呢 第八就是要有分別意言 這個分別意言是什麼? 就是第六意識的分別性 因為今天我們在看東西 如果沒有說跟主意 再分別一下 說這是什麼性 什麼性 這是白療 安全 又好看 不好看 這個第六意識的分別性 你若沒有主意看 其實你上面有看 怎麼沒有看 那麼來呢 一定要有黏情依言 這個黏情依言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人的第七色 的五十色 第七色的五十色 如果是金當 這個叫做黏炎 如果是金 這個叫做靜炎 所以呢 由這個第七色的五十色 是高音跟內色出來 為什麼高音跟內色出來 譬如說頭前這位 我如果是過期我看到 我總是有放下去 如果我過期都沒有看到 那麼這個東西我看到 我怎麼不知道 所以這個第七色 會引起到頭前的五色 但是它引起到就是對什麼呢? 對第八色 這個第八這個金本依言 所以這個第八叫做金本依言 就是說今天我們這個第八色 就是裡面的人一定要有那個已經放下去 那個影像放下去 這樣你給我來看 比較有一個實質的效果 如果你第八色裡面 就沒有影像在那裡 那麼你看這個東西 有看到 上面沒有看到什麼 這個就是第八色的這個金本依言 那麼第九呢 叫做經濟炎 什麼叫做經濟炎呢? 因為這個經濟的轉變 轉變成五色比較有影響 種色是一定要有種色 但是種色一定要有那個經濟 這樣 所以不比較有分別的 第九的這種經濟炎 所以這個東西要看呢 就是一定要有這個 這個人色裡面一定要有高原性色 高原如果沒有性色的話 你甘金對這個還有外面的色情 就不會發生作用 那麼來 我們說明濟 魚仔在聽音聲 當然不用明言 因為轉到晚上都聽到 所以魚仔在聽音聲呢 為什麼一定要有八色 第八言啦 不是說八色 第八言比較對 八言你身份也沒聽到啊 啊 身份金也沒什麼意義 啊 色總的記憶這樣 那麼我們人的這個身份齁 譬如說我們人的皮 脂 和身份 這三種的色 當然就不用更散 不用更散 有哪兒不用色統的記憶 所以呢 皮的這種筋 和石筋 和心筋齁 它要可以來設備這些東西呢 只有七言就可以了 注意我現在這樣跟我們分享齁 就是這個五筋對定徑 要有一個實質 參性的這個效果呢 一定要有救援性色 如果沒有救援來幫助的位子 那麼這個叫緊定上色 為什麼沒有一個實質的效果出來 齁 這個尤色跟我們說得這麼嚴重啊 那麼這個就是譚傳人家說的這個 這個色法裡面的這個 有關的這個五筋這樣 齁 那麼來色法裡面的下面是六筋 這個六筋齁齁 我們要給我們說明這個 這個六筋齁齁 當然是包括這個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色 性 香 味 性 發 這樣都說這個叫做六筋齁齁 齁 那麼這個六筋齁 我現在最想把這說明 這樣我們就跟我們說 色筋齁就是外面的這個形式 啊 色筋齁 就是這個音色 但是這個如果沒有真實能夠分身呢 可能我們就不能夠了解 譬如說,現在我們來講釋釘 這個釋釘若是如何 因爲釋學來講 現在來,陸釘的中間 我們現在先來講釋釘 分析讓我們注意,相識 因爲這個爲釋學的合文是很重要 譬如說這個釋釘 這個釋釘裡面,有一個叫做仙性 第一,仙性 第二,仙性 第三,叫做飆寫 這三項,我們現在來講釋釋釋 今天釋釋釋釋呢 若是不太清楚了 那麼我們人的這種 國中的這種表現出來 我們就不會再講釋釋 什麼叫做飆寫? 譬如說,我們人眼睛所看到的 這個現實出來 這個第一叫做現實 譬如說眼睛前我們有看到 這個青色的、黃色的 車色的、白色的 鋼山裡面有鋼、藍、藍 有藍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已經現實出來的色 這個有... 我們陣中有看到那些粉 有看到煙 有看到煙 有看到這個火燈 有看到這個霧 陣中有現實就是這個鋼 跟爍 跟藍 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做已經現出來、現露出來的色了 外上這個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固定空中的東西 這個又軟一個東西 這都看到了,實際上已經看到了 這個叫做現色 來,第二次,什麼叫做現色 這個現色就是譬如說 這些東西裡面有重的、有跌的 這是不一樣的形狀 有緣的、有視角的、有粗的、有油的 有癢、有歪的、有關、有肌的差別的形狀 這個叫做現色 第三個叫做標識 什麼叫做標識呢? 譬如說標識就是屬於表現的類 譬如說我們人在走、在坐、在躲 你知道嗎? 這個現色有個燈當 這個就是表現出來 人數上有個送往迎來 這個就是屬於什麼呢? 屬於這個表現出來的這個動作 這個叫做標識 只有一個色情就有這三種的分類 那麼我們現在來跟我們說色情 色情 色情來的就有一個叫做色情 因為這個色就是熟在陰色的事 色就是熟在陰色 但是色情 我們說只有一個色情有什麼 沒有 還有差別很大 我們現在來了解一下 這個色情還有很多分類出來 為什麼有很多分類呢? 譬如說我們熟在陰色的這個境 他們的境呢 有規定 這個社群裡面 有陰色的境 第一 就是眾生優情的這個意見 音聲 因為我們人說我的音聲 有一種是可愛的音聲 有一種下我意思的音聲 對不對? 有種是鼓子聽起來感覺很透明 很偉心的聲 就很極調我的意思的音聲 是不是我們人有這幾類的? 齁 我跟我們說過 因為一種音聲 有時候感受是很順受 有時候感受也是很激受 有時候感受也是很激受 我們有時候在說話大小聲沒人 那就是心不好聽 不好聽的聲 那麽來有時候結構阿樂 齁 這個 我真好我聽 這個叫做順心的聲 齁 來 第二點就是無情所發出的音聲 譬如說這個 水在流的聲 風在頭的聲 丹麗公的聲 流口的聲 這個叫做什麼? 無情所發出的音聲 現在第三點就是萬物所發出的音聲 萬物發出的音聲有那個 水在頭 水在頭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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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就是客氣發出來的音聲,因為客氣的音聲有這個 色情經過,生靈落伐 這都是客氣的音聲 所以音聲跟我們講相識有幾類的,這個就不一樣 那麼第三個叫做鄉定,色生鄉 第三個叫做鄉定 這幾類最少了解一下 鄉定是什麼呢?鄉定就是說,我們的品牌 因為品牌就是品牌嘛 品牌的作用是對鄉定來 但是這個鄉定呢,就是這個 大地的這個氣味 這個大地的這個氣味有萬物所發出來的這個氣味 譬如說,我們這個物質有種叫做點香 還有種叫做社香 所以我們把它放開就有味了 再來,我們的水果,它如果是生色,就有水果生色的這個氣味 吼 那麽第二就是這個變它的氣味 譬如說這個化學,這個化學,這個化學 這個化學,透這個化學,它的氣味就變了 吼 或是這個塞藥、滅氣這個氣味 本色的味這個 那麽第三就是這個化學的氣味 譬如說這個化學,如果它透了 本來是什麼味 兩種化學,它就變了味出來 齁,這個叫做化學之氣 這個就是中部的共性的一種氣味嘛 我們知道吼 那麽來,那麽講這個題師 題師叫做味噌 味噌就是什麼對話呢 就是我們人的石筋 石筋所用的徑 因為石筋所用的徑 有一個,苦酸 苦的味、酸的味、甘的味、香的味 鹼、鹼、甜、甜 统终有这几种的气味 但是这几种的气味由我们五斤所吃的 可以了解就是我们人的食斤 这个鸡拌出来比较知道 譬如我们有一个香味流在我们的鸡拌过的 这个会作用是有这个鸡拌 不过是一盆菜 我们不觉得这盆菜到底好吃 是甜、是酸、是甜 有哈利的口味有没有呢? 当然这个是有食斤,不是有鸡拌的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第五这个竹顶 竹顶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的鸡拌去感触到这个代表的这个东西 譬如说这个代表的东西 我们人用鸡拌去摸 会感觉这个东西是冷的或是乱 这个东西要处理一下 是冬或是筋 那我们人的鸡拌有时候会咬 会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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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由这个鸡拌 知道一下 这个东西是柔软的或是粗绿的 粗细的 这些都是由我们人的这个触角 神经 来了解到这个代表的这个物件 所以这个呢就是叫做触定 那这个呢? 第六叫做法定 因为食性向未触法 这个法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第六意识 以前是有跟我们说的 这个八色神明的这个第六意识 这个第六意识所缘的一切境 这个叫做法定 譬如说我们人平常是 既心动念 这个胸胸胸胸胸胸 统统是我们的意识活动的主力 对吧? 都就是这个第六意识 做主要的这种 既心动念的主要点 可是呢 他认识的瓦胸 他是队瓦胸的 他有时候想到无一项事情 由那个无一项事情 来作为重点 较来生心起他 那就是无一项特殊的环境 由那个特殊的环境 比较比较重 这样来起心动念 所以想得很複雅 所以这种想得很複雅的 这个经典里面 就是跟我们说什么呢? 叫做法属缩略的这种食法 法属缩略的食法 不过呢 这个法属缩略的食法呢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只有一项而已 所以这个经典 就是由食法里面 他再给我们说几点出来 这个我们再给我们说明 这个法属缩略的食法里面 这个法定 食生虹未俗法 来 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食之生呢 一个叫做极力色 这个还分成五点 这个法定里面 一个叫做极力色 那么第二呢 叫做极力色 那么第三呢 叫做极力色 这样 这个我等一下呢 都一条一条 跟我们分色来就知道 修缩略的食 第四呢 叫做极力色 第四呢 叫做极力色 这五项 这五项 我通常是去说什么呢 就是去说法属缩略的食法 法属缩略就是说我们人 起心动念 这个问题 起心动念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五项 这个食法的五项呢 第一呢 叫做极力色 什么叫做极力色呢 这个极力色是说 那么这个味 外面呢 要怎样呢 它的类型 淡石 起异等念 那就是 要让你彼色心 对着这个 悟致的食胜 现在更加上优 更加开始 类型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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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 这个食胜相未熟 起出各种的胸念 但是呢,上層中在你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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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涉味的問題啦 這個叫做極力性 那麼第二叫做極火性 什麼叫做極火性呢? 因為我們人內心的加上 因為我們人的心裡的心裡有一個 對沒有一個人的思 其實是沒有真實 但是由他的內心自己想起來 那就是他加上來分析 分析是怎麼分析呢? 他就是因為他外面的這個五 這個叫五斤 然後來沾對這個五斤 他沾對五斤 他現在由這個五斤再來分析 分析什麼呢? 分析就是這個極空中的色彩 這個項上裡面有明暗 這個無實質所顯出來的色 所以這個呢,就是什麼分析? 就是他想想中的事情 他自己去想的 想到怎樣呢? 想到真小味 這個叫做極火性 好 那麼第三五斤所實 這個第三叫做修蘇陰式 這個修蘇陰式 另外一個名叫做無飄式 什麼叫做無飄式? 就是伊伊本身 修蘇陰式就好喔 修蘇陰式如果你說 因為你就修過改了 過去沒有修改 啊現在已經有修過改 但是你修改之後 你自己的項上中 會起出一種的念出來 會陰氣的類型 這個第六意識去分辨 齁 以你修改之後 所有陰氣的 會各種的想念 這個叫做修蘇陰式 齁 你會想到我的修改 現在未來會安全 會安全 你就一直想想我一堆 這個叫做什麼? 修蘇陰式 修改之後 有蘇陰式的這個式 齁 那麼第四呢 叫做偏激素基式 什麼叫做偏激素基式 因為偏激素基式 另外一個叫做獨善的意識 這個就是沒有一個點 啊沒有點 沒有一個點喔 因為有時候是這個 五頂嘛 五頂對五頂比較起點 那麼這個偏激素 這個是修改什麼呢 獨善意識 就是憑個人的這個 抗屎妄想就對了 啊去虛構出來 齁 啊自己去想變現出來 譬如說我們人的五頂對五頂 啊修蘇那個就有影像 你會有那個影像做起點了 不過今天這個獨善意識齁 就是你沒有看到的 沒有看到的 譬如說 倒霧的東西你自己去想 譬如說這個菇 菇本來的倒霧什麼 沒有問了 啊你就自己怎麼歪白頭 啊這個肚子也是沒有角 現在你就自己想想到有一個角出來 齁 啊空中沒有火啦 啊水中沒有火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沒有實質 但是你就自己獨善意識 和自己起心動念 自己在這個內心裡面 所生出來的各種夢想這樣 沒有正確的這個又是輸入 你也沒有發現那種東西的起點 和那個質 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獨善意識 也叫做偏格所執識 這樣 這都是我們人的這個法 法定 所列的 那麼第五呢 叫做定所生的色 那麼這個定所生的色 另外一個名叫做定性格 齁 什麼叫做定性格 這個定是関連到修行的這個定力 但是修行的定力呢 因為有經物有一種修行的定力 所變現出來的這個色生香味 五的境 但是這個境呢 原來是五定的家境 這個叫做假實現 也叫做假主宰 所以就好喔 因為這個主宰齁 和八地菩薩的主宰是不一樣喔 因為我們人齁 如果那個定力有夠 我們哪會生成一種什麼呢 那個無正確的那個叫做定性格 齁 齁 定的意識 正強了 我們哪會生成一種叫做定性格 但是這個定 主宰 這是一種的結主宰 因為你的修行定力 所現出來的一種假相 這樣了解齁 如果八地菩薩 他這種實質境界就不一樣了 八地菩薩所定出來的這個叫做什麼 定格的實質 不過呢 有一種是假境的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時候 假境所現出來的這個問題齁 看能夠有很大的一個感性就錯誤 那麼這個內容 我現在再跟我們分析出來 因為我們人齁 有時候是這樣 受那個無雙定 無雙定 無雙定 九尾 所修的這個定 因為它的無雙定就是別人 這個叫什麼呢 別人就是這個思念的想 想那個心所 但是它有這個思念的心所 已經把它別掉了 因為我們人都會起心動念 欲別心嘛 對不對 但是它自從這個複雜的心念都說 能夠消滅 所以呢 這種的人 受到九尾呢 齁 定力 受到有一個無雙定 定的條 才是失望了 它生這個無雙天 但是無雙天所生出來呢 這個呢 就是一種假釋 假的實質齁 所以這個叫做假立盤 科學呢 為什麼叫假立盤 因為它是五叉 五叉 那種的境界叫做立盤的境界 不過呢 這種的定 所產生出來的這個無雙定 經過五叉 接著 它這個想念 它又生起來 想念生起來呢 它現在又在揮捧 說這樣就不可能有立盤 齁 不可能有立盤呢 定當然就定義不可能有很大的改革 所以結果它又在堆入三度 知道嗎 所以這種是什麼會 這個就是幽定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假釋 所以這個呢 就是在這個 心煩裡面所產的 這個叫做定所產的性 但是這個是假釋有這樣 這會叫好喔 所以受刑 跟當作的人 這種做法 如果是有貼乎的 他不會受這個法門 有貼乎的不會受才會喔 他們就這種無雙定是外套去受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以上所講的 我們跟我們講過的就是 五金對六金的這個領用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釋法 這樣 所以這個釋法裡面有這種叫做標性的外雙 跟一個無標性的問題 這樣來應該適合了解 這樣來應該適合了解 在這個 所以那個氣象 聽得比較難 但是現在我們來講說明一下 這個叫做釋不尚應法 有二十四 為什麼釋不尚應法 這些釋法 當然這個 過五金對六金 他們是否筋在這 bueno 心所優法 五十一 還是否筋在這 八釋釋王 但是這些釋不尚應法 他是不直接 吞釋到釋釋 或是呢 他是感接 吞釋釋 所以這個叫做心不雄應法 其實文法有雄應,但是是間接雄應 不是直接雄應 所以呢,它叫做心不雄應法 但是心不雄應法裡面有24項 24項呢,我們現在來最小的分析,我們就可以了解 我先簡單先幾項,心不雄應法 有24項 有24項呢,這個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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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第三項 第二項 三項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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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同,無相同。 來,就是別人同。 來,無相佈。 無相佈就是由這個無相同所選出來的一個個位。 這是家命有的個位,無相佈。 來,明心。 故心。 好,我們現在先寫到這裡。 徒、明金、重重分、二相性、無相定、別人定。 無相佈名心、故心、分心。 這樣。 再跟我們主人來做一個分析。 什麼叫做不相應法? 這個不相應法就是說什麼? 不含心王相應。 不含心所相應。 不含色法相應。 但是不相應法,另外一個名叫做不相素的意義。 那麼這個不相佈呢? 我們含無言如的作用。 不是這個心的言如作用。 所以呢,我們含不是這個愛性。 因為含心被變成無相應的行法。 所以呢,比較叫做無為。 無含這個含無為法,又不相應。 因為後面有一個無為法人嘛。 但是這個呢,就是一個家庭的。 是怎麼說的? 因為這個二十四不相應法, 通常是間接問題。 但是呢,叫做家立法。 家立法呢? 因為這個家立法,這個法,就是世間修。 這樣。 那麼世間修是代表什麼? 因為這個世間,不是這個現象改的事情而已。 因為三代來的修。 所以這個不相應法來的有二十四條。 那麼,我們對這個跌先來了解。 這個跌是怎樣呢? 跌就是生修的意思。 怎麼說呢? 譬如說,我們過期的現法經濟, 還沒生,但是今天已經生出來。 過期的心,就還沒什麼主宰。 但是今天是因為我們, 家庭的這個力量。 家庭的這個修持。 已經跌到素材這樣。 那麼跌到素材呢? 這個當然是跌啊。 還在說的,過期的煩惱還沒當。 但是因為, 倒門, 要有這個門徽, 要來漸漸等著這個煩惱。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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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有客人政治的媒體的รถ Thus。 所以這個叫做 , 叫做, 因為規制無標準 nämlich那ary程, 有極限物。 那以前你有進修就有跌。 所以這個家庭的名叫做 Mend 為這是世間修瀃。 Não。 第二叫做, 你的 nonprofit called, 什麼叫做, 引起一個名字, 我們人的生命金本。 我們這個原生的金本就是對著啦。 就是由這個心法的經濟產生出來 這個色化的神科 今天我們這個神科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是沒有特別色 那個主因的經濟,就是人道經濟呢 那麼今天我們就不會照這個夾色去倒台 因為就沒有那個夾色了 就是沒有這個人間的經濟夾色 當然我們就不會照出這個神科出來 所以這個神科就是由這個心法的經濟 還會照出這個色化的神科 再來就說,由這個心法和色化 還會參與其中的活動力 譬如今天我們這個神科一定要有這個體力 還要有精神 而這個神科的體力一定要有這個物質 沒有這個物質,由物質吃下去之後才會參與精神 譬如今天我們人家在目睹腰 沒有東西可以吃的目睹腰 那麼就沒有精神 對不對? 可是呢,一碗飯吃下去之後 經過點多少時間,你精神就起來了 那個就是由物質變成體力的嘛 由物質天...物質或是乎小的就沒有體力 那就不會輸入什麼 因為我們人家這個輸入 雖然是牽涉到這個精神的作用 但是我們就一定要物質做助言 所以我們人家的這個活動作用 一定要有這個心法和色法 兩項的共同 才可以參與活動作用 但是這個神科 就在說這樣 它又是在胸東 它有一段時間 它可以來吃修不斷 譬如說我們人家出事之後 有時候吃到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嘛 這個神科就是由物質到精神 這樣就去吃修這個生命 所以這個名相 叫做名金 這樣 這是生肝的書嘛 來,再來一點點 第三個叫做中東分 這個中東分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中生的中間 你們的 我們人 齁 我們人喔 雖然是有一個個別體 譬如說南種有南種 越重越重的個別體嘛 不過呢 如果是要把中東講起來 就是我們人的中間 通常是人類的一分主 所以叫做中東分 人 在這個五處裡面 雖然有人啊、天啊、天啊 天人到地上 不過呢 不一樣類的差別 可是這個天 就是和天相相 那麼今天我們站在這個人的中間 所以人、人、人和人相相相 所以人有人懂 鬼有鬼懂 祝生和祝生相相相相 所以這個呢 在這個環相界 二十四 就是這個不相應法 裡面二十四 才會立一個中東分 來 現在的這個第四 叫做隱形性 為什麼叫做隱形性呢 就是這個無中間 有一個叫做五處的中生嘛 就是天、人 齁 這個叫 第六、五、鬼、祝生 那為什麼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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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個人的業績不一樣嘛 所以業績 他所做出來 這個做出來 就有無中的這個中生 所以這個叫做隱形性 有真理 因為個人氣心動念 所做才無中 和真理不相相 齁 所以個人有個人的處相 不可以參選 叫做五處的中生 甚至呢 在這個中類裡面的這個思 也有無中 個人的心 和氣心動念 不然無中 這個叫做隱形的境界 這個無中叫做隱形嘛 齁 所以呢 既然有無中的境界 就是有無中的性質 所以因為無中的性質 有無中的處相 所以不可以有一個性質 中的這個力度 各種的無中的變化和輪迴 齁 齁 齁 所以這句話呢 就是隱形性的說 因為你有無中的生活 而無中的做法 而今年有無中的做法 當然就有無中的胳膊 而無中的胳膊 而無中的胳膊 就是對這個業績中的這種 隱形的力量 更為我們變於 各種無中的性質 所以這個叫做隱形性 齁 現在來叫做無中 是什麼叫做無中呢 因為有一種人有性要受性 但是這個無中 就是因為他無合法的一種陷阱 那麼受這種陷阱的人 是因為想念 起心動念 就是我們人的性心根本 所以他准重整個第六隱形 把他壓掉 不讓他起心動念 這樣而已 但是他的壓第六隱形 不讓他起心動念 那個心理想說 如果如果是第六隱形 在裡面 不要讓他分別心 不要讓他複雜的念書 可是這個就是第七隱形 他叫五十隱形的嘛 我自己想的 想說這樣把他壓掉 不要讓他起心動念 他就不會生死輪迴了 所以這個就是第七隱形的五十隱形 還存在 齁 所以這種的修為 這個叫做無雙定 不要讓這個第六隱形 起心動念 所以因為這種的定力 死之後 先去無雙天 那麼生去無雙天 是什麼所在 就是在這個陷天裡面 第四天 第四天的第五 素陷 素陷裡面有第四陷 初陷 二陷 三陷 素陷 但是素陷的第五天 那個素陷的第五天 那個素陷的第五天 叫做無雙天 我差不多有說過齁 他這個條例起到無雙天 但是經過五百 夾了齁 時間一個久 他就再出場了 出場了 他就再退落 齁 因為他的種色不清清 所以還有種色的精緻 應該受到輪迴的這種 主因還有地因裡面 所以這個是無改團 不過呢 他當時那個種色的精緻 還在起現形 他會退落三億多來 齁 這個就是屬於什麼 修行 是一種錯誤點 這樣 這主要叫好 所以這個陷燈 我現在先稍微給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陷燈 你如果今天要跟人修陷燈 一定要拆拆去研究 因為佛法中有給我們說明 這個陷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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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一個保持器 健談 視界度非凡 這個陷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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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陷燈 就是陷燈 所以這個陷燈 比較正常的陷燈 所以不是說我 要合 那個陷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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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收 不是這樣 齁 現在來 再來了解一下 佛法中 這個陷燈 這個陷燈 因為陷燈 還有陷燈 陷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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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陷燈 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 陷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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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陷燈 就是陷燈的意思 啊這個陷燈 就是陷燈 陷燈 陷燈 這樣 譬如說 我們已經接受到 別人 東西給我們 我已經陷燈 還是我聽到 別人的音聲 對我的問題 有 有 有 陷燈 但是陷燈 之後呢 因為我 就陷燈 陷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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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會 起心動念 起心動念 就是想這樣 齁 那麼 當時 你想想的 就是對你 你陷燈的 這個好壞 是陷燈 要參加 探親的 這個心出來 由这个情爱、贪心的心出来之后呢 你当然会再作业了 作业要列队的三目桌 所以受这个定的人 他会知道这个受胸脑的心所 就是贪心的起源嘛 我们是焚情与烦恼的金本 但是为了买内心可以積心 没受到这个感受胸 所欺心当然影响到这个心理的安静 所以他会受到这个没受胸脑的主 所以这个叫做没受胸脑 但是呢,受这个定的人 不是可以得到真实的立法 就好哦 所以受这种定的人会了解 无疑处为立法 因为这个是刚好 如何的呢 是内心要有一个极情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没受胸脑 这点和无胸脑 所以就好啊 这些是有两个差别 头前那个无胸脑是何度去修的 那么这个就是生者去修的 因为我们人如果是感受 有自己的欲白胸嘛 欲白胸就会欲白做 但是生者知道 你知道吗? 说这个感受是因缘 那么心如果再起心当然 它就没对了 所以这个叫做没心定 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没受胸定 这样 现在渐时跟我们分析到处 等一会再跟我们分析 注意这个就是什么呢 二十四的不胸应缘 这样 不胸应缘 好 米乐尊佛 至于是 三五年 五年 十六年